这几天外头天气湿搭搭 就是因为梅雨季到来 而梅雨季到来也就是迅气将近 而根据中央迹象局表示 以往年的经验来看 每年的梅雨季下在山区的雨量 总是会让山区部落道路招架不住 往往都不敌雨势 土石崩塌道路中断的问题层出不穷 2012年的6月11号611大水灾 全台都在下雨 其中灾情严重都在南部 尤其是在高雄市的山区 在小关山出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 664毫米 另外2013年的5月12号 开始就有豪大雨 其中在南澳湘就有519毫米 梅雨季的大雨都集中在山区 大致上是集中在南部的山区 尤其是高雄市一带的部分 那在去年来讲的话 雨量稍微比较少一点量 梅雨季的雨量算是比较正常的部分 不过比较多的雨 一样也是有达到大豪雨的标准 中央迹象局表示 以15年来的资料显示看到 南部山区都是在超大豪雨的范围 所以也预测今年的梅雨季雨量 会跟去年类似 而典型梅雨封面的雨量 下最大雨量最高的时间 会落在6月份 那通常在5 尤其是从5月下旬开始 一直到6月的上旬 这段时间是最容易发生 连续性降雨的机会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 大豪雨甚至超大豪雨的机会 也会跟着提高 南部山区是气象局以及中央 房载中心最关注的地方 因为每年都重创南部山区 像是通往纳马夏的台21线 以及通往阿里山乡 达邦特付野村的169线等路段 交通都会被中断 气象局也呼吁山区的族人要小心防范 气象局表示根据统计如果24小时内 累积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 很多山区就有可能发生土石流 而24小时内累积雨量达到350毫米以上 许多地区就可能发生淹水 气象局就提醒除了南部山区 要提高警觉之外 只要是在山区雨量超过50毫米 就应该要留意土石摊坊 而气象局表示族人可以透过各部落的村长 里长的广播 以及气象局网站都可以掌握到 最新的雨量统计 接下来算导秀台北市采访报导